记者蔡文居台南报道,又到岁末年冬,佛教正教同修会与正学教育基金会简称正学两会,今天在台南市正学奖堂举行正学雪中送炭活动,共计送出善款52万5千元,加会台南市350位李明,每人1500元现金红包和一套磁铁书签。 今天正学两会雪中送炭活动,主要是针对南市中西区小溪里,永华里,天后里,郡王里,开山里,文贤里,建国里,安排里,道良里,名声里,邪和里,邪靖里等12里,共120名独居弱势长者,特困低收入户以及清寒家庭,由正学教育基金会董事长陈介元,佛教正教同修会及正学教育基金会, 总干事兼执行长程郑贤代表奉上爱信红包,中西区区区长程盛南及李张也受邀出席。 正学教育基金会表示,正学雪中送炭活动迄今已连续举办6年正学两会新年同样准备800万元赞款, 在台北、新北、桃园、新竹、苗栗、台中、彰化、云林、台南、嘉义、高雄、屏东等12县市累计自102年来已在全国各县市发出善款达2700多万元。